我希望这个问题您用王志安个人的立场来回答 就是王志安个人的新闻理想是什么 我的新闻理想我刚才实际上从某种角度来也讲了 就是我认为媒体本质上来讲是促进沟通的 就是他在那么多的价值观分歧的过程中间 他实际上建立了一个沟通的桥梁 我们过去强调媒体的责任的时候 或者说新闻媒体的理想的时候 总是说要搞舆论监督要监督政府 要监督公权利 我们大多数从事新闻的人都是有这么一种情怀 我个人认为就是这种理想可以有 但是更高级的实际上我认为 这个新闻应该是直指人性和人心的 新闻有更加常态的东西 我们在中国呈现价值观和人性是靠电影 其实国外很大一部分就是靠新闻作品 但是我认为其实我们这个更高级 有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 说实在的呈现事实真相 监督政府 这相当于就是本能 不需要训练你就知道了 但是呈现价值观和人性的冲突 得训练 得经过习得 你才能掌握的一种职业技能 对 谢谢大家